期盼已九号一行2024年空降,古装奇幻在先热潮。 号一行是一部由企鹅影视和塔、塔文化联合制作的古装网络剧, 由何树培、周嘉文和何鸿辉指导、陈飞宇、罗云熙排名不分先后、陈瑶、周琪等主演。 该剧改编自小说《二哈和他的白猫师尊》的故事情节。 故事发生在一个天烈灾难不断发生的时代, 讲述了天下第一宗师楚婉宁和他的弟子默然, 以保护苍生为使命,不忘出心底投身入世福道, 竭力消除天烈的故事,为了守护众生而努力。 在那个被称为天烈的灾难、笼罩的时代, 中国的属地出现了一座神秘的仙门,名为死生之巅。 在这里,玉衡长老楚婉宁由罗云熙饰演, 以身后的灵力被誉为天下第一宗师。 他的弟子中,有一位名叫默然由陈飞宇饰演的少年。 楚婉宁清正高洁,一直致力于守护人界, 履行预防天烈的使命。 而默然尽管曾经历过苦难,但本性善良, 且具有极高的修仙天赋。 然而,由于误会,他经常与师尊楚婉宁发生冲突。 一次意外的事件让默然获得了一段神秘的记忆。 在这段回忆中,他目睹了自己的师姐师明镜, 因楚婉宁见死不救而不幸离世。 怀着对楚婉宁的怨恨,默然开始在暗中警惕她, 甚至采取了伤害她的行动。 然而,面对发生改变的默然, 楚婉宁却仍然坚持教导她走正道, 追求正义,保持她投身入世福道出新的信念。 默然陷入了政协交界的困境,无法自拔。 然而,在接近真相的过程中, 她却发现了一个自己从未察觉的秘密。 与此同时,楚婉宁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现, 默然的叛逆并非只是因为误会。 虽然真相令人痛心,但错误已经造成。 当真正的红尘浩劫即将降临, 为了挽救苍生, 楚婉宁,默然与修借群侠决心联手, 共同寻找幕后真凶。 在真相面前,孰真孰假,孰是孰非。 为了拯救天下百姓, 面对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罪孽, 曾经误入歧途的浪子 默然该如何完成自我救赎。 而对于楚婉宁, 她又该如何面对曾经误入歧途的徒弟? 她的身世又隐藏着怎样的惊天秘密? 师徒二人是否还会像记忆中那样, 刀割相向? 尽管错已铸成, 但心却可以改变。 浩一行的上映时间, 一直是粉丝们最为期待的焦点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 2024年即将到来, 观众们急切地想知道, 这部剧何时能够与大家见面? 有没有可能提前空降呢? 这部剧的制作团队已经付出了大量心血, 期望能够呈现出一部高水平, 引人入胜的古装网络剧。 观众们对剧情, 角色以及演员表现都充满了期待。 面对即将到来的2024年, 大家都迫不及待想要欣赏这部 令人期待已久的作品。 空降上线是一种期待已久的方式, 因为观众们迫不及待地 想要体验浩一行所带来的视觉盛宴和情感冲击。 然而, 这也要看制作方和播出平台的决定。 无论如何, 观众们都会积极关注有关 浩一行上线的任何消息。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